文化部文化资产局原本在2020年2月份 就要举办半桌看戏传统表演艺术活动 但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所以才改到6月25号端午节开始举办 文字局长施国龙在开幕时表示 就是因为台湾防疫工作做得好 所以文字局从6月25号端午节开始 到10月3号中秋节廉假为止 将陆续举办32场传统表演艺术节目 文字局自从去年推出一桌二椅的舞台活动之后 已经将文化资产园区 变成台湾传统艺术团体的指标性舞台 今天是端午连续假期 所以很多人都来台中文创园区来走走 文字局今天也举办了一场非常热闹的 端午半桌看戏的活动 现在我们就来请教一下 我们的文化部文字局长施国龙 来说明一下我们整个活动精彩的内容 那今天是端午节 那刚好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让我们这个一桌二椅的传统续集的表演 本来应该从二月份就开始了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延到今天 那特别选今天主要是因为 我们美逢佳节被失亲 那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意义 我们用传统表演艺术的表现的形式 要来款待我们这个文字研究的贵人 文化部文字局表示 这一次办桌看戏的传统表演艺术活动 一共有歌仔戏 布袋戏 乱弹戏 北管 南管 傀儡戏 皮影戏 原住民音乐 各种阵头等三十二场 邀请国内知名的团体 跟国宝艺师上台演出 并且在六月二十五号下午的记者会中 还伴桌宴请前来参加的贵宾跟新闻媒体 让大家品尝在地口味 品味戏中滋味 对我觉得今天是端午节 那又在这个文创园区 来举办这个一桌二椅 伴到跨戏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保留我们传统的这些戏曲 或者是些文化艺术 那我觉得 尤其是在这个端午佳节 那疫情解封了 那陆续有这些传统艺术的表演 让我们年轻的一代 也知道说我们的传统是什么 在这场伴桌看戏 将近三个月的传统表演活动当中 几乎每个周秀二日的假期当中 都安排了精彩的 来自全台湾15个县市的表演团体上台演出 希望能够让民众体会到精致又无形的台湾文化资产 记者李嘉金 范江豪 刘义伟 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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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